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太后老是说我命苦 好可怜才疼我的 从来也没有说过我是她的儿子才疼我的 来 少帝坐下啊 少帝呢 就别想那么多了 好不好 你想一下 皇太后已经病了 不是吗 少帝可以把她当作什么都没有听见 你想要奴婢陪你玩什么 奴婢就陪你玩 你想想 要不然奴婢陪你去放风筝怎么样 好不好 二位大人请 请 不知二位大人是否注意到了 陛下驾崩以后 太皇太后没落过一滴眼泪 周太后 你倒是说说 太皇太后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人都死了 他怎么连一滴眼泪都没掉 是何元光 老夫不善言语 你又不是不知道 依老夫之间 太皇太后是心有不安 一旦心安 自然会放声大哭了 那如何才能让她心安呢 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你这 听我把话说完 如果能让太皇太后最忠义的人掌管军政大权 太皇太后在陛下的殡葬日肯定会有痛苦流涕 果真如此 你不相信 好啊 老夫愿与你赌商一把 如果你能提名推荐一个太皇太后心腹之人担任要知 而且太皇太后真的被陛下掉泪了 那就算我赢了 这桌酒席嘛 就由你来付钱 可他如果还不掉泪呢 老夫情愿再请三席 这可是 那不就断送了高足大侠的江山了吗 这不是把大汉改成吕姓了吗 陆大夫 你也是先朝的老臣了 你怎么会想扶持吕氏啊 是不是想学沈义姬一辈子拴在高太后的裙带上啊 你们两个老儒生笑什么呀 难道老夫说的没有道理吗 世上想学沈义姬的人为数不少 想有什么用啊 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 二位大人 你们想想啊 你若遇上一个善于撬香开锁的盗贼 那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这个香锁捆得紧紧的 可要遇上一个 手持铁棒乱砸一气的大盗 你越是费尽力气 把这个香锁捆得严严实实 保护得越好 那大盗啊 得到的越是保护完整的财宝 哎 对啊 那还不如乖乖地将财宝奉送大盗 让天下的人都看清大盗的真面目 嗯 嗯 你这 你们两个老儒生啊 啊 这万万肠子可真不少啊 可那 那 那多让人憋气啊 事已至此 老夫就不想多说了 自老七去世以后啊 老夫已身无牵挂 老夫明日即刻启程云游四海 就更没什么牵挂的了啊 哎 哎 二位大人日后如有什么事 要告知各封国王军的话 二位请看 他 他 大老 我的好朋友 愿和我做二位的信使 啊 嗯 这 这就是说 你和大老 就是我们 派往各封侯国的 派 联络人 喝酒 好 请来 喝啊 大王 燕门货战之事 李俊手已经查清楚了 不发商人贾二 在眼里掺十字 惹闹了匈奴右贤王 现已将贾二抓获 自高祖和匈奴实施和亲之策后 那莫独和左贤王倒也是欣然应赫 只是那右贤王贪欲太强 总想寻机声势 本王要先去燕门关看看 给造强百姓送去一些救济 大王 他们已经安排好了 正在准备粮食 农具 看来 朝廷这和亲之策 还是难救百姓与灾难哪 可百姓不这么想 他们说还是和亲之策好 至少这些年来 带帝百姓的日子安定了许多 不用做梦都怕被匈奴大兵砍头了 只是我带国的边境太长了 常常总有修不到的地方 只要有个缝隙 小谷的匈奴流民就会挤进来抢 他们晒齐射 跑得又快 路完就跑 可惜啊 可惜我们没有能力 从根上杜绝这种路律 我数遍兵将 步防还不够多呀 我们能不能以守为攻 本王在长城上看过 长城内还有大片土地无人耕种 找一些青壮典移居到哪里 边耕云边练齐射 平时为农 战时为兵 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先平息边关冲突 二位爱情有何高见 ensž 到监制 浩盖国国王刘衡 写中尉宋昌前来拜会大蝉鱼 代国就燕门获战争端 汉人杀死匈奴人乌不愣之事 向大蝉鱼和乌不愣家属 申表歉疚 代王如何来表达你们的诚意呢 我们已经挤拿了 杀害乌不愣的凶犯 现已将他压制大蝉鱼帐外 本王这就将他交给大蝉鱼处置 同时代国向吴不愣家眷 赔偿损失及抚恤金一千斤 向因购买燕门获战食盐 而遭受损失的匈奴百姓 统共赔偿两千斤 代国将严惩编冒户市中的 一切不法商骨 代王不愧是高祖的皇子 十多年了 我匈奴与大汉 从未发生过战争 秦人善林乃大汉国策 燕门获战的争端 纯属少数商骨的不法行为 望大蝉鱼化干戈为玉帛 代王看看这白灵 看来是大汉有人 故意挑起双方的争端 请大蝉鱼明断 这实属小人手段 这剑上虽刻有本王的名字 可本王从不用弩击 何来此剑 回去后 本王定当查个水落石出 摄宴 款待待王 待皇太后 长乐无期 钟爱卿平身 谢陛下 谢太皇太后 申徒家 臣在 你速去代国 江户市事端查个水落石出 无论肇事者是谁 一定要严惩不淡 凡与匈奴人的瓜葛 你一定要妥善办理 以求安定 臣领旨 周太尉 要加紧巡查军备 着令北部各关爱严密防范 以防匈奴人挑起战端 臣领旨 祈禀太皇太后 陛下驾崩 少帝上职幼年 太皇太后为黎明百姓终日操劳 过伤圣体 臣以为 还是及早物色一些 精忠卫国的贤臣 进攻议政 为太皇太后 分担些重担的好 这倒是提醒了哀家了 这些日子 哀家常常感到 力不从心 大汉天下 是那些当年随高祖左右的老臣们打下来的 如今孝兵朝廷 辅佐太后和少帝的 理应是那些功臣 可惜天不假人 许多功臣都随高祖去了 不过 紫城覆绝 自古通离 臣起奏 是否可着屡蝉屡鹿为大将军 统领南北进军呢 南北二军历来有太尉官下 此时应问问太尉有什么说法 什么说法 没什么说法 太皇太后定下就是了 那你 众爱卿有何意义呀 说出来吧 那 此事就这么定了 明日 燕儿就要出殡了 就藏于 长安东北的 安岭吧 离哀家尽心 哀家也好 长去看他 过不出陆家所隐 老夫这次可做了一笔龟本的买卖 这次可做了一笔龟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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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笔龟本的买卖 这三笔龟本的买卖 没有 是 这三笔龟本的买卖 这三笔龟本的买卖 农在买卖 这三笔龟本的买卖 不得很受胖 他为何能如此大宗进货 况且 贾尔先以交易凶奴 查物对一证 此案管不凶悍关系 容不得四平八稳 臣以为只有从吕厅卫下手 才能找出头绪 如何下手 先从官船查起 可官船没有任何笔录 空口无凭 从王下手却抓不到证据 岂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不可打草惊蛇 只有引蛇出洞 大王 吕厅尉到 下官吕强见过大王 吕厅尉 你来看看这几样东西 这些可都属吕厅尉管辖之事 贾尔不是已经被抓 并叫匈奴处置了吗 燕门货战引起的边界争端 已经惊动了高太后 过几日申徒家申徒庭尉 就要来代国查处此事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匈奴人本性难改 贪财贪污 岂能让我们过安定日子 可本王听说 事端是由汉兄护士引发的 是我代国商人在卖给匈奴人的食盐里 掺了沙石 人家来平礼时 还有人射杀了一个匈奴商人 这岂不是为匈奴人制造事端 送上了一份厚礼吗 本王还听说 是吕廷尉放官船 给燕门货战进的大宗食盐 吕廷尉也做生意吗 代王 这是道听途说吧 下官 从不做生意 是啊 我相信吕廷尉 是不会做这种违法之事的 吕廷尉 你见过这种弩箭吗 上面还绑了一段白鳞 这弩箭上面 还刻有本王的名字 吕廷尉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查办吧 各位爱卿各司其职 在申徒廷尉到代国之前 务必要查清燕门货战的全部底细 退下吧 舅父关于引蛇出动一计 说得好啊 代王 其实已经想过此计了 舅父只不过是给大家点名而已 可代王 连引蛇出动的方法都有了 而且也做了 舅父做任何事情 都瞒不过舅父啊 你把母箭和白鳞交给吕廷尉 其实就是在向蛇洞里灌水 蛇早晚会出来的 我请些希望 让横尔再陪瑞尔姐姐和王子最后一夜 横尔 你白天要忙灭国事 夜里还要陪伴瑞尔母子 母亲担心你身体会累垮的 人死后若有灵 瑞尔看到夫君如此疼爱她 也能安息了 横尔 你爷爷在此手里 他爷爷已亲相伴 乐我乐喜 心相知 悲莫悲喜 常别离 很惨 好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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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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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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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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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